电视剧《重申之名流巨星》 近日正在上海紧锣密鼓的拍摄 马可、张新宇、韩采英、徐海骄这一帮演员 这回可是将娱乐圈里的风风雨雨 全部是搬到了音频上 那张新宇呢更是在现场再度穿上了 曾经让他疯狂吐槽的打花 一身正红脱地长裙外加帅气的短发 张新宇当天的造型在整个剧组里格外显眼 原因吗很简单 他可是全剧的时尚担当 其实他在这个剧里面 他是一个就是对服装啊 或者说对时尚很有自己见解的一个人 所以他是个时尚女王 作为时尚女王 当然得有自己独树一致的穿衣心格 嘴上说说可不够有说服力 曾经与索性来的现场大换装 这一身倒是给大家不少惊喜和惊讶呢 黑色披风搭配东北大花 这风格怎么看怎么那么眼熟呢 这是要再度重现第68姐嘎纳红毯上的东北大傲秀吗 没有说杠赏了吗 没有说杠赏了 那种花袄的感觉 我觉得都很好看 而且以后可能都会尝试 尽管自己的言语之间对大花袄喜欢的不得了 但是对于大家的吐槽声 张晋云也是全都听在了耳朵里 因为这一词刚刚开始我为大家稍稍吐槽吗 你会在意这些 因为我稍稍吐槽是 削本吐槽 你会在意的话 在意 在意 我觉得不叫在意啦 但是我还是希望就是在经过时间以后 大家还是会看到它的美 因为它有它的美 更值得被大家去发现 那其实后来我发现 打开朋友圈或者是微博上 都会看到各种人都会有一张 自己穿成大花袄的那个P图啊之类的 我就觉得 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份快乐 所以用更加正面的一个角度去看它 外界的各种质疑 显然已经把张晋云练就得百度不清了 即便知道会为吐槽 他也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无论是被黑还是自黑 张晋云从出道至今就没有停止过 于是她的小心脏也在这一路上 被练得格外的强壮 你心里是一个挺强大的人 我觉得必须强大 每一个人心里面都是有一个 很强大的一个自己 就是看他在什么时间被激发出来 天路在线上海采访的 也是这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演员 那一边 我来说